这次的50周年校庆 非常感谢老虎高高的校庆筹备委员会主委 那我们首先要有请陈秋文主委代表致辞 主委有请 杨真凌夫学 我们赛琴会议 各位贵宾 各位家庆 跟我们爱心妈妈 各位老师 跟我们学妹学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主委好 首先 欢迎大家来到 可以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立足部中 50周年的学生 首先感谢我们对立足部中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立足部中 这里 向大家说谢谢 感谢 民国六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很关心台湾教育的台湾技术 在我们民主委员会和我们家庆会創委会长 民参党当事长 在两个地方去走走去政策 终于在民国六十年八月 经过我们教育听通过 设立五节国中立足分布 这就是立足国中的延年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来庆祝五十九年 就是刚刚五十九年 民国六四年的九月千才正式独立 所以这里也非常 他们要来感谢我们一心 台湾教育的所有台湾人数 感谢你们 我和你们的立足国中 感谢 五节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乡镇 但是你们没发现 五节有三首国中 这个在乡镇里面算是很少 你们慢慢想慢慢去想真的很少 一个地方教育 国小国中 这种基础教育 对地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看五节有三首国中 我跟各位报告 五节它的人口是少数正成长 这几年少数正成长 所以这个对未来教育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也在这边祈祉 学弟学妹 因为四十五年前 我也是来到这个学校就读 我是第五届毕业的 所以我们祈祉 各位学弟学妹 一起迈向下一个五十年 好吗 我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李彦翠校长 跟家长会张亮轩会长 还有参与这次筹备会的老师跟委员 感谢你们的付出才有今天的孝庆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借用大家的双手 跟他们来一个掌声 我也感谢各位 那位丽琳 我也祝我们孝庆能够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主委 感谢主委的祝福与祝福